大家好,我是Sandy 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圣诞节之前最后的售房和购房时机 那我们本周上市的房源呢 是在11月23号进行拍卖 下周上市的房源呢 是在11月30号进行拍卖 那以此类推的话呢 那本年度Buffer Thomas的拍卖 会结束在12月的十几号 因为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呢 很多律师会去休假 那么没有律师的帮助 也很难完成一个transaction 那也希望屋主朋友们呢 可以抓住本年度最后的上市时机 买家朋友们呢 也要该出手时就出手 毕竟现在是房源量最多的时候 如果您看到可新的房子呢 要及时做出正确的决定 那上周DTI的消息一出呢 市场可谓一片哗然 市场是分成两极 一部分买家是担心自己的贷款 到期之后呢 会受到DTI的严重影响 无法拿到足额的贷款 另外一方面呢 买家会觉得明年的房市会淡 所以他们想等等 那也有很多人会问Sandy 怎么看明年的房市 明年的房市呢 真的是错综复杂 那我也为大家呢 在此罗列一下 明年会影响房市的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点 肯定就是贷款方面的信息 首先贷款利率还在不断上升 如果一旦会上升到8%或者以上 那势必会对大家的还款能力有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其次呢 就是贷款的新政DTI 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买家的贷款金额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经济形势的一个走向 因为受疫情的严重影响呢 失业率和经济的走向还是不太乐观的 机器栏现在明显是一个躺平的姿态 那接下来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太清楚 我们只能是分个cross来祈祷疫情不要发展的太过严重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保重好自己 那再有的话就是工党呢 基本上会在3月份的时候会发自己新的竞选宣言 那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影响到房市未来的一个发展局势 那从开发盘土地分割方面呢 现在政府有一个非常利好的信息 但是更多的细节呢还没有出来 所以未来的走向呢我们也不太清楚 可能还是要继续观望 但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市场不明朗是肯定的 所以呢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在合适时机做出正确的决定 如果您近期有任何买房卖房的想法呢 欢迎随时联系3D 那我接下来也会大家介绍 我们Team3D所有的精品房源 如果您感兴趣其中的哪一套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随时安排您看房 也谢谢大家对Team3D所有的关注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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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